喂喂 Honey John $ 好要找 одного lover 在讨厌籃 豈不是叫恶饭嗎 什麼是 stable 你有試過被語言冷落嗎 而你又有沒有試過 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語言冷落過任何人呢 其實在馬來西亞 這個多元種族的國家裡面 多種語言的語境 基本上就是我國的一種特色 可是當你身邊的人 開始用你聽不懂的語言在交談時 你又作何感想呢 华语 华语 广东 华语啊 马来语啊 英语啊 都有散散讲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咯 只有马来西亚人会懂这些东西咯 基本上没有啦 除非是讲印度话啦 会有啦 会有 在国外的时候 不会啊 其实我也有很多 这个中国朋友 泰国朋友 然后菲律宾的朋友都有 所以不是什么问题啊 像他们自己国家 他们谈回自己的语言会比较方便 但是当我们口同的时候就用英文了 这样子 会当然会 因为我希望大家就可以聊得开 因为如果有人 就是用不同的语言 然后他听不明白 或者讲不好的话 会很难聊得开 大家会很难 可能如果大家明白话语 可能可以讲马来西亚人的英文哦 我是觉得少数是不从多数 然后通常在我们圈子的话 我们是会讲话语道 再翻译给他听这样 就好像 遇到冰成人一定会讲不见话 这样我们没有可能去阻止他讲 如果没有人再继续讲的话 方言就没有人会讲 我实际上觉得 如果大家坐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因为就你都令到第三者融入不进你的话题里面 他就好像被排在外面的感觉 就大家都要在一起讨论这样就不要不需要用人家不明白的语言这样 聊天ok啦 聊天ok啦 因为不是太过serious的问题 不要太过serious啊 你用自己的语言的话 人家也是向你学习啊 人家不懂的话也是会问你啊 诶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你也可以直接回答他 然后他就学多一个语言 哦 原来你说这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算是马来同胞啊 印同胞啊 其他人都好啊 外国人 外地人都好 他们也是这样子像我们学习一样的 所以你说不同的语言 并不代表说不尊敬别人 而是你说不同的语言 大家互相学习语言 这个是我们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很普通的现象 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耶 我个人觉得它是我们的文化 以其看待它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被珍惜的东西 有一个律师他是华人来的 他就在推特上面 他就鼓励我们华人 其实在有同胞的情况之下 尽量避免说中文 我是觉得如果种族 其他种族比较多的时候 是需要说英文 也就是如果我是同一座 我没有跟他沟通的话 我觉得不需要啊 而且坐着 同一个座子的 大家都是朋友嘛 对不对 就不用把这些问题 太种族化了 我觉得没有到这种地步 不能讲华语啦 所以我们也是有我们的 语言的那个自由 这样转来说啦 像他不要说马来话可以嘛 一样的东西来的嘛 就不 这样给就 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受尊重啦 对不对 你应该是要保隆 尤其在马来西亚 更加要保隆 怎么说呢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